英国首相强森遭到党内的逼宫 他是在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30分 台湾时间大约是晚间7点30分 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的职务 同时他说自己将会留任到新首相上任为止 言犹在耳强森才刚霸气表示自己将奋战到底 但不到24小时在59位官员离职逼宫下 顶不住压力宣布辞职 强森表示保守党已经明确表示必须有一位新领袖 而据英国ITV报道强森基于礼貌 其实早在宣布辞职之前就已经先禀告英国女王 现年58岁的强森回顾他的政治生涯 他从2001年至2008年担任国会议员 08年到16年担任伦敦市长 获得主办2012年伦敦奥运荣誉 且在同年因为参与脱欧运动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16年到18年责任外交及国协事务大臣 并于2019年成为英国首相 据报道面对强森将留任到10月 很多保守党党员已经公开表示不可能让他留任到秋季 认为他应该立刻闪到一边 BBC更指出党魁之争已经开罗 分别是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被视为保守党草根势力宠儿和前外交大臣韩特 英国国防部长大臣华勒斯及前国防大臣莫丹特 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处理过俄乌战争 撤离阿富汗的现任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由于英国是内阁制国家 所以在没有重新举行国会的情况下 在下一院占有多数席次的执政党党魁就是首相 不过目前党内也出现不少 直接让副首相拉布接人的呼声 但除非他日后选得上保守党党魁 否则他也将只是站带职务 不过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 强森都得等到重新选出党魁 且到女王面前提交辞呈一切才算数 记者谢海宇报道 英国首相强森辞职之后 执政的保守党预料将会在今年秋季之前 选出新的党魁 并且会成为新的首相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看起来谁接棒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领先者 情势是蛮混沌的 至于台面上有6个人都被外界点名 包含了外交大臣特拉斯等人 其实在民间是颇受欢迎的 但是对于谁接棒 现在恐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美股迈入7月份之后 出现了回稳景象 因为在今天 道琼指数静扬了346点 标普500指数 还有NASDAQ指数也分别 弹涨了1.5% 还有2.3% 拉出了连四红的涨势 至于美股下半年有好的起步 但是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近期消费房市等经济数据总弱 有不少专家认为 美国的经济已经处在衰退之中了 还要来看到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周四的时候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 才刚刚开始 对于西方国家宣称 想要在战场上打败俄国 普丁霸气地说 让他们试试看 这是普丁从2月24号出兵 乌克兰以来所发出的 立场最强硬的演说之一 普丁他还警告基辅 还有他们的西方盟友 表示说莫斯科甚至还没有认真 开始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 20国集团外长会议 将会在7月7号8号这两天 在印尼巴黎岛登场 会议将会聚焦在经济 俄乌战争还有缅甸问题 好 至于外界 比较瞩目的重头戏之一 正好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大陆外长王毅 将会在会议期间 进行的场边会谈 根据报道 双方将会针对俄乌 台湾还有涉疆问题来会谈 这也是2021年10月份之后 两人在罗马G20会议之后 首度碰面 网易山川菲律宾传统服装 和刚就职的小马克斯握手 针对两国合作 小马克斯强调 计划扩大与北京的关系 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而在南海问题上 非方也怨同中方 找到友好的解决方法 他希望非中关系 可超越南海问题 甚至可涵盖军事交流 双方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 而小马克斯正经为坐 双手合十放在两腿之间的模样 也被外界笑称像个小学生 另外网易这趟东南亚行 在泰国会见总理巴育 双方也在四个方面达成共识 其中包括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 实现中辽泰铁路全面贯通 共同维护网路安全 和在2022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上 支持泰国 其中又以一带一路的对接 令外界瞩目 网易7号抵达印尼 由外交部长马尔苏蒂接待 这次居团体外长会议中 重头戏之一 是他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的场边会谈 不过两人还没见面 就已经受到浓浓火药味 面对布林肯曾在北约论坛上表示 中方试图破坏国际秩序 赵立坚则批评美方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环石评论员胡锡进 则评论中美关系 尽管中美高层接触人受欢迎 但美方长期对中方的态度 已经惹毛大陆整个社会 现在有越来越多 中方高层认为中方应该 展示强硬态度 当面教训美国 记者下海域报道 2022环太平洋军演 在夏威夷的珍珠港 已经正式登场了 这回总共有26国参与 规模堪称是史上最大 再加上这回美国联合了日韩 并没有邀请到大陆来参加军演 因此外界也普遍认为 军演舰指大陆的意味 其实是非常浓厚的 各类军舰开向航母 侵蚀磅礴 美国主导的2022环太平洋军演 在夏威夷珍珠港边正式登场 各国大秀军事肌肉 派出船舰与精英部队共享胜举 2022环太平洋军演 邀请26国超过2.5万人参与 各国共计出动38艘船舰 4艘潜水艇 9支国家陆军部队 以及170架军机 堪称是史上最大规模军演 日本诚意十足派出出云号准航母 和高波号护卫舰 据船特别警备队也首次神秘加入 南韩不遑多让派出 世中大王号驱逐舰 以及其他两艘船舰 美国3月才成立的陆战队 冰海团也在军演中首次亮相 美国联合日韩军演 独漏大陆和台湾 似乎有意避险 同时舰值大陆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福建舰 大陆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6月正式下水 威胁第一岛链情势 而关于大陆将建造更多航母 扩充海上实力的消息 甚嚣成上 加上大陆拥有的 150多架歼20隐身战斗机 实力紧追美国F22F35战机 引发美国担忧 大陆军事国防加速机器直追 造成威胁 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 遭到大陆超车落局第三 如今看来 日本有意和美国联手抗中 但日本国内面临通膨 以及疫情反弹危机 在贸易上更是倚中大陆 如何讨好美国 又和大陆维系贸易关系 日本政府左右两难 记者刘嘉宇报导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CTI 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